欢迎加入今晚的李悦奥运专题报导 在看完前面十个项目之后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女子自由车的部分 虽然中华队目前还没有在奥运场上夺牌 不过我们的台湾一姐萧美玉在亚运 是夺下了两面金牌 也获得亚洲车后的美名 我们透过画面来关心萧美玉个人的成绩 06年的杜哈亚运是拿下了银牌 10年的广州亚运个人公路赛的金牌 再到这个14年人川个人全能赛再度摘金 亚洲车后已经是亚运的三朝元老 至于年纪比这个萧美玉小五岁的黄婷英 自从2013年天津东亚运勇夺公路赛金牌之后 就成为备受瞩目的终身代好手 甚至被誉为是亚洲车后的接班人 今年两个人分别要参加场地全能赛 还有公路赛 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萧美玉的最近的这个新路历程 好 我们刚看到了这个亚洲车后 萧美玉在国际赛是战功标柄 在2014年人川亚运之后呢 她一度起了这个高挂车衣的念头 不过呢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 她反而表现是越来越好 让教练团是决定要来这个挑战礼约奥运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萧美玉的新路历程 脚踩红色田马迎风飙速 身批奥运五环的国家队车服 亚洲车后萧美玉在台中清水自由车厂 卖力练习着 每一拳冲刺都是为了礼乐奥运 做足准备 不过在说起这张场地全能赛门票之前 还是得回顾2014年人川亚运 当时萧美玉不仅在公路赛 还有场地团体追逐赛夺得铜牌 更在个人全能赛一举摘金 然而身为06年度哈 10年广州 再到仁川亚运的三朝元老 没有尔利之年的亚洲车后 真的累了 甚至曾经在仁川亚运后表态 这是她生涯最后一次 披上国家队战袍 那时候本来就是亚运因为练习得很累 所以大家问我说 有没有要继续再战 我就觉得那时候的问题很烦 那之后我就说 我想要休息 我真的想要休息 你不要问我要不要再战 我现在就是还没有这个计划 我就是一心想要休息 仁川亚运载育归果之后 萧美玉和老公 身兼机械师的杨振坤 在台中开了间自行车店 虽然多了份老板娘头衔 但亚洲社后仍难以割舍 对自由车的那份热爱 持续参与大小赛事 2015年全运会 萧美玉跟帮助台中市 夺得场地女子团体 争先赛双金 让她萌生力拼奥运资格的念头 在去年的训练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她反而有一点想 退出国际赛的时候的那种 比较没有压力的自然的情况之下 反而表现得反而好 后来发现真的 后来她觉得有这个意愿 跟有这个竞争的实力也有上来 有自己有这种自信之后 我们真的就开始你计划 因为凭奥运很累 之后后来我一直想说 要吗 要这么累吗 之后我就问我先生 我就说 教授就跟我讲说 还有机会 后来到最后要不要去 之后后来她就说看我 我说看我就是不知道 我才跟你讲 之后后来我就问她说 那你会想要去奥运吗 之后她就说 会啊 为什么我不会想去 之后还有想说 好 那我带你去奥运 一句对老公的承诺 萧美玉决定放手一搏 全运会后接连出征三场世界杯 不只收下三金一桶好成绩 个人单纯俯冲 也从原先的14秒4 推进到14秒18 最终如愿与长 以总积分1850分 世界排名第四 亚洲第一的优异成绩 收下奥运门票 只不过心愿达成了 萧美玉心中却是五味杂成 拿到当下是 痛苦又要开始了 是痛苦的开始 对 因为训练过程很痛苦 真的就会很累 可是重点是 想想的是奥运人运动员 每个运动员都想要去的殿堂 所以我觉得能拿到的就是要尽力 纵使过程再怎么苦 这颗叫做奥运的果实 确实得来不易 既然已经踩下了踏板 在抵达终点前绝不放弃 也期待亚洲社会萧美玉 能为自己的自由车生涯 再添一笔辉煌成就 外体育新闻专题报道